哥哥们上去故事咱们讲到我 你看当时夹带就来到这个房间了 一切对面是刘汉 那你看当时夹带也是感觉非常尴尬 这个时候马萨说了 不是你让我来就是跟刘汉发生矛盾了 这个时候张海通说 哥就这小子最缺德了 把我公司都给砸了 把小飞也给打伤了 旁边的夹带说 刘总你看这毕竟是马萨的一个朋友 你看我能不能匆匆给调解调解 刘汉说行了 本来说今天这个事情啊 我是准备必须得收一收这个兴奋的 这小子太猖狂了 但是今天毕竟你来了 这个事情啊 我也不想再追究了 你们可以走了 当时这边光海山一看 哎呀 这夹带挺有力度 我来了之后这刘汉秒从啊 直接就跟夹带说了 你让他给我跪下道歉 夹带这边一看 哥们你跟我说啥呢 你让他给我跪下 夹带说你拿我当狗呢 不是我给你钱不就完事了 你看这边带哥 你看啪叉就给这小飞个嘴巴 这小子当时你看 哎我操你他妈敢打我 起了呀 上去就要捉代哥 旁边的马三 转着这小子后部顶 巴就给转中 马三一个啪叉就一下子 哎这小子一看 你他妈想等着啊 你们敢打我 你不就是拿钱给人干活的吗 你不就是狗吗 这边你看人家 这代哥拿一把枪 啪叉就一下子 照着翁海山的大腿啊 就给打了一枪 当时给翁海山的就给干残了 这边张海通给那边丑毛了 不是 代哥 三哥 这不行啊 这不行啊 这是台湾来的 给咱投资的 夹带说滚 滚 别让我啊 再让我把你腿给废了 这个时候 当时啊 给汉哥都看蒙逼了 汉哥也没信 他代哥平时 文文静静的啊 显得非常有那啥 有寒养 怎么这么猛的 这个时候啊 刘汉呢 给这话也没说话 这边张海通说 你看我能给他带走吗 代哥说赶紧给我整滚 走走走 赶紧滚 随后啊 把这个翁海山呢 就给整院去了 那你看刘汉和家带 包括马三定见他们 在这会儿就吃上喝上玩上来 在天上人间 哎怎么说呢 这句话说来也找笑 翁海山找了人 把自己给打了 那你看翁海山在医院里边 守完树之后 这翁海山也不是一般炮子 把电话就给打给他父亲了 跟他爹说了 爸 我在大陆被打了 被谁打了 北京的 一个叫刘汉的 一个叫甲带的 把我腿给打折了 当时翁老爷子一听 那你现在男人呢 我现在在医院 我都手术了 多了 你在北京等着我 我这就过去 这老翁头子 一看自己儿子被打了 他当时也不开心 你看随后他就到了大陆了 在医院看了看他儿子 直接跟他儿子说了 这俩人是干啥的 说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干啥的 反正这俩人是挺猛 行我知道了 随后翁老爷子 当时就来到北京市市总公司了 找到我市总公司的一把 刑涛了 就跟刑涛说了 说有个叫甲带的 有个叫刘汉的 把我儿子腿给打折了 你得帮我处理这件事情 刑涛当时一听 哎呀 翁老爷子 翁老爷子 你知道这俩人是谁吗 我不知道是谁 我这么跟你讲 这个甲带呀 是李家大公子的兄弟 这个刘汉呢 是周家大公子的兄弟 你说这两个人 我谁我也动不了 我不管你是谁 必须把他给我抓了 听见没 你要不抓 我就控告你 这星涛也知道 翁老爷子这么一个本事 当时你看星涛 就把刘汉和甲带 请到自己的市总公司了 在这边喝茶 但是毕竟的不能让你走 得给翁老爷的一个交代 这边星涛把这个事情 就跟着小勇哥说了 这边你看小勇哥 得到这个消息 随后就到这个市总公司了 直接跟星涛说了 夹带和刘汉 我得带走 这边星涛说 勇哥 那你看你不能带走 你带走了 我跟翁老没法交代 你这样 你给他打个电话 告诉他一声 人我带走了 你看这个时候 小勇哥啊 随后就强行 夹带你和刘汉呢 给带走了 就这么的 这边这老翁头 也知道消息了 当时就来到了 北京的郑哥家里了 通过郑哥呀 把这个事情啊 就跟郑哥说了 郑哥这边一看 那行 我给小勇打个电话 当时啊 小勇就来到了 郑哥家里边 这边人家郑哥说 翁老啊 说这个事属实吗 勇哥说属实 你看看 你不行 你这么点啊 你让夹带和刘汉过来 给翁老道个歉 翁老说不行 不能道歉啊 必须要法办他 这个时候勇哥说 翁老 这里是大陆 啊 并不是你抬屯 刘汉和夹带 确实是把你儿子给打了 但是是你儿子先伸手 找人打的刘汉 然后呢 你儿子也开枪 是不是 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如果说你要追究的话 那你儿子是不是也得追究啊 对不对 翁老这边看了看 郑哥 这边郑哥一看 行了啊 你看 小勇们已经既然说了 这么的 让刘汉和夹带呀 给你道个歉就得了 这边翁老 当时瞅了瞅 这明显郑哥 向着小勇哥 没办法 随后呢 让这个夹带和刘汉呢 给翁海山道了歉 就这么的 钱的一分几倍也没给 随后翁老啊 把翁海山带回台屯 这个疗养去了 就这么的 这事也就解决了 这刘汉呢 这个时候为了呀 表示这个 感谢小勇哥 给小勇哥买了一副字画 随后呢 请小勇哥在长城饭店吃饭 然后到天神人间玩 他又出事了 出什么事呢 老弟呀 下集跟你讲说